张婷你觉得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 他还能爱惜谁呢 我觉得他是在跟我置气 然后就是想这样玩 行 男生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确实是 不是 你喜欢他 怎么这么对他呢 但就因为有时候 我感觉本来就是 气头上嘛 肯定是谁也当时 心情不好的 本来气头上 我觉得就是可以互相 冷静下来说一下 但他总是激我 或者就是 一下就把我落黑了 就突然消失的 怎么算都算是异地吧 突然消失我肯定也担心啊 你们不是同城 怎么叫异地呢 就虽然是同城 但平常是担休 所以你们俩仔细算一算啊 就是从你追他到现在 刚才说了半年时间 平常见不了面 对吧 那你们算过这六个月里面 你们见过几回面 基本上连十次都不到 十次都不到 对 对吧 我们正常的想法是 这样的情侣一见面 应该特别特别地开心 对吧 应该是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对吧 即使不见面的时候 也应该电话里面 都是浓情蜜意 对 对不对 因为才半年嘛 你们俩为什么就打成这样了 我能不生气吗 你要都答应好我了 咱俩那次去换了骨啊 我是不是请假陪你出去玩的啊 是玩是玩的 怎么玩的 你说说你怎么玩的 怎么玩的啊 换了骨 你不做攻略吗 那么多次一项目 玩不就是玩这些了吗 咱俩成年人的 我请假时间都很难批 我怎么有时间 做这些攻略什么的啊 那咱俩去了 去的路上 你可以做个攻略看看吧 起码你知道换了骨 它为什么叫换了骨吧 咱俩往那里坐 如果好家玩那个大茶杯 别人全是海的 就咱俩是成年人吧 老大哥往那里坐了 是咱俩玩的吗 玩过山车大白锤 答应好了啊 我保护你啊 我怎么怎么逆的 结果呢 您老别人忘记一站 我在上面四个 我能知道这个 但是当时我看电视上 像对过山车啊 大白锤什么的 就是没有是想象中的 那么特别刺激的 但是我到了跟前的时候 刚站到那个过山车面前 正好过山车停嘛 然后人家下来一个男生 直接就在那儿吐了 我说怎么也得 第一次给我个心理准备吧 那你就不愿意 为了我尝试一下吗 别的男朋友 怎么就能陪女朋友上去 你都没听人家 别的男朋友说吗 人家都是做过好几次的人 在这儿经常玩的 你就做一下不行吗 我就没做过呀 那我跟你说了没说 下次我陪你一起做 我有个心理准备什么的 又这样 下次下次 总是下次 好 答应我的事 你就不能做 就别答应嘛 你说你的男朋友 大概应该不是这小子 你是要改造他 有这个想法 但是吧挺难的也 对啊 那为什么不自我改编呢 我有就是 欢乐谷是怎么来的呀 欢乐谷有哪些刺激项目 你做攻略了吗 我有做过攻略 那你带他玩不就行了吗 但是他答应好了 说行 我带你去做那 然后我保护你 但他都没有做到 不是 怎么叫保护啊 坐个过山车 就叫保护了是吗 就是有那种安全感嘛 但是他就是没有 给我这种安全感呀 你看那个过山车 那底下都写着 心脏病高血压 或者什么什么患者 是不易乘坐的 那可咋办啊 但是他没有那些疾病吗 他还说 要带我 他只是不知道 你没有办法说他有没有 科学地说 对吧 他只是不知道 对吧 你哪知道有没有啊 我当时就是 也没有往那儿想 你说我俩在一起 在那本来就时间短 出来玩 听懂了 答应好我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 就是能让主持人 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感情节目 谁要求看嘛 我们两个都想 我们两个都有 都有这个想法 都想在一起 但是 就是老师们说不合适 你们就散了 老师们说合适 你们就在一起是吧 不是 我们也想好 但总是感觉 每次想往好的方面 发展的时候 就出现风景了 命题很简单 四位 老师们 我们俩为什么就不合适 好像我们在心里 都挺爱对方 挺喜欢的 是吧 对 本来是互相挺喜欢的 但总是不能像人家 那么甜蜜 所以我们怎么把恋爱 谈成了一锅粥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 是这意思吗 来吧 一锅糊粥 看你们怎么让它变香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